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四節 發電機跟交流電 我問你們一下喔 好了嗎 請問一下你國中的時候有沒有聽過交流電 有 那以前老師在畫交流電的時候 請問一下一畫是不是就畫出像這樣的曲線 對不對 欸 對不對 請問一下國中的時候你知不知道這叫做散或口散 蛤 連散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不管他 你當時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老師畫交流電是這樣 沒有 那請問一下現在你知不知道這個是散或口散對不對 那為什麼交流電是散或口散的樣子 哈囉 你有沒有想過 好來今天 我就想說大家從來沒有去想過像這樣的問題 然後就把問題丟給你看看來想一想 好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第一個 來 接下來我們就來先討論電動機 不過這個其實你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畫一畫就好了 來電動機與發電機 好來 在第八章電動機就是馬達 基本上他的工作原理是電流磁效益 利用通電的線圈在磁場中轉動 轉動之後 就在磁場中受到力量然後轉動 來把電燃變成力學能 第二個 這個電動機是在第八章講的嘛對不對 那接下來是發電機 來發電機是反過來 他是利用巴拉第電池感應定律 所以線圈要先轉 線圈要先轉 線圈要怎麼轉 剛剛是先通電 電動機是要先通電 通了電他受磁力就會轉 那現在是要先轉 那這個要怎麼轉 就是水力發電火力發電這些方式知道嗎 來這些方式就是要去推動他 好那所以他轉動之後來就會產生了 最後變成電燃輸出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針對發電機 來針對發電機 好第一個來他的基本原理 這其實前面這部分大家都熟悉了 好就是要把一個線圈放在磁場中 然後借外力 這外力剛剛講的可以水力火力風力等等 讓線圈轉動 線圈轉動之後來因為線圈面 因為在轉動過程中 線圈面和磁場的夾角一直在變 線圈面和磁場夾角一直在變 好根據磁通量 5等於B倒的A Z一直在變那就暗示磁通量 一直在變化 好來有磁通量變化 所以就會產生硬電動式 然後硬電流 硬電流 好再來第二部分 這些都知道 好再來我們來看他的構造 他的構造部分大家也夠熟悉 來這邊 基本上看這個圖 好基本上要有磁鐵 對不對 那當然要有一個轉動的線圈 那這個轉動的線圈 在輸出的時候來用的方式 來下面這邊有一個叫極電環 線圈是跟極電環 這等下課本有 線圈跟極電環是放在一起的 那電路上面 來電流是什麼流出去了 來那利用電刷 利用電刷 好 電刷跟極電環是相切的 來是相切的 所以我們來看上面 這邊 來他的構造裡面 要有一個均勻磁場 這邊是怎樣 有抗議嗎 還是只是在聊天 小孩 小孩 為什麼會有小孩通過這邊 好來第二個是線圈 來線圈繞著固定軸 來如果他在旋轉的時候 來這個Omega等一下我們會用到 好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像國中高一 只是定性的敘述 我們等一下還要很明確的定量 然後來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交流發電機 是Sinecosine的樣子 來那如果他轉的時候來 他轉速這個角速度是Omega 好然後線圈的導線 本身必須要跟極電環連在一起 所以還有所謂的極電環 那極電環注意喔 極電環是跟線圈一起轉的 極電環會一起轉 好然後最後是透過 注意一下 藉由跟極電環接觸的電刷 然後把它連到外電路輸送電流 所以他基本構造會有這四個 要必要有磁場要有線圈 要有極電環要有電刷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真正要討論是第三個 來就是到底怎麼把它這個原理推導 把這個結果把它推導出來 好那我們這邊先幾個基本的東西 先知道一下 這個線圈因為你輸出要夠多 電流電動是要夠多 所以一般來講都會很多渣 所以來假設有N渣 好然後美渣的線圈面積叫做A 來磁場的值叫做B 好線圈面和把線方向夾角叫做C 好我想這些都知道 好首先我們要有一個一開始 來一開始時間是0的時候 如果夾角是0度 來同學告訴我 我們現在磁場做這樣子 來夾角0度是長怎樣 是這樣 是不是老師這樣畫這樣還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線圈的髮線 是不是也是像這樣子 所以來這樣才叫做0度 所以是從現在這樣開始轉 那如果說老師 你說老師那一開始不是這樣轉 好這沒有關係這等一下講 我們要先從比較簡單的 來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來 來 Theta是0 好所以現在就應該知道 來 Theta是0 所以今天如果轉了T秒 來 T秒 來 對不起 角速度是Omega 來轉了T秒來這夾角就變幾度 因為這個線圈面是會轉OmegaT 那我原來夾角是0度 所以來現在就變什麼 夾角是不是OmegaT 好所以來這邊的夾角 所以來這是第一個 是這樣子 所以第二個 來時間T的時候 時間T的時候 因為線圈轉了OmegaT 所以他們之間的夾角也會變成OmegaT 好那這時候 來這時候 來穿過每一張線圈的磁通量 來注意一下 來磁通量是B倒的A 所以來就是B Acos Theta 那那Theta是OmegaT 所以是這樣子 來這是OmegaT 所以來你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磁通量隨著時間的關係 來是不是一個Cos函數 Hello是不是 來Cos函數 來這Cos函數 如果你把它畫起來的話 來就會像這樣子 來這邊如果是T 好這邊 來這邊叫做Phi 來Cos函數 來應該類似是像這樣 好來然後繼續畫下去 來這是Cos函數 如果你有一點點印象 我昨天應該都是昨天講的吧 來這個是Phi跟T的關係 請問一下如何從Phi跟T的關係裡面 找出電動式Yipcho 來PhiT 來怎麼找就是它的什麼東西 是不是協定 DotaPhi 來我們是要找DotaPhi DotaT 是不是 協律 來 那這邊的話 我們不算平均 我們就只能算順時 來算順時的話就是切線協律 那這個切線協律的話 來對不起 在數學上 我們昨天有講 來切線協律 來在數學上其實就是它的什麼 Phi對T的什麼 是微分 來就是Phi對T的微分 好所以我們來看下面 來第 來剛剛第2個 來第3個 有法拉第電池感應定率 來 Yipcho的話是等於 -N DeltaPhi DeltaT 好 來如果時間是B近於0的話 來這邊我們重新寫 來就是要寫在這邊 來他是-N Limit DeltaT B近於0 DeltaPhi DeltaT 好注意 接下來的東西 因為課本有另外推導 他這邊的話 他其實沒有特別推導 他如果要推導的話 有一點麻煩 他又要比較多的極限 我不太清楚 你們那個 數學這方面有沒有去學他 還有你們要學微分 大概不太 會學到三角函數的微分嗎 還是只有多項次 多項次 是不是 所以我這邊是純粹補充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 你如果真的要看 你可以看107頁 但是那是一個 用極限的方式的推導 我覺得沒有必要 但微分就是這種概念 微分就是這種概念 我現在沒有空跟你慢慢處理 像這樣事情 來我要直接用微分的給你看 所以來這邊等於-N 來昨天講 來如果Limit時間逼近於0 DeltaPi除以DeltaT 來就叫做DefiDefi 這個符號還記得嗎 Pi對T的微分 是不是 你們現在是不是正在學 好 那所以來應該怎麼辦呢 來就會變成-N 來Pi的值是剛剛上面的 BA 來把上面那個Pi帶進來 把這個Pi帶進來 把這個Pi帶進來 來這個Pi 因為這種東西只要你會微分就是一個步驟的事 那你不會微分那就要花比較多的功夫 那我們在這邊的重點不在於是去把它推導出來 那是數學的功夫了 來我現在來講一下 來好了嗎 我現在不太記得 我在高爾講簡學運動的時候有沒有跟你們補充過 請問一下來Sine T的微分可以變成什麼 Cosine T 好那Cosine T的微分呢 來就是-Sine T 好再來 來那請問一下如果我今天 來Cosine T的微分你們知道怎麼辦 來注意一下 來這邊的做法是這樣 對不起我只能講做法 Cosine T的微分的話 來就先寫 來他就是-Sine T 2T 之後還要再對這個裡面微分 那2T的對T的微分那就是多少 2 所以來再乘以2 來這樣OK嗎 你們微分是不是都還沒學還是已經學了 譬如說來現在我問一下 如果2T加3的平方 來這微分 你們知道等於什麼嗎 如果不成開 這會做嗎 來這邊的話就是兩倍的什麼 2T加3 然後之後是不是還要再對這個微分 這太好了 所以你們已經學了這個了吧 所以一樣 Sine T的微分 這邊都是Cosine T的微分 就先針對這個微分 Cosine T的微分是不是就是 剛剛講的-Sine T的微分 然後你還要再對裡面這個函數微分 來這樣OK嗎 好所以答案出來了 來請問老師剛剛要的是Cosine T的微分 來請問Cosine T的微分 應該怎麼辦 根據剛剛講法 來就先等於什麼 負的什麼 Sine Omega T 然後再怎麼辦 把Omega T對T微分 那是什麼 Omega 哈囉來OK嗎 所以來我們剛剛在這邊 來剛剛在這邊 對了這個B跟A的話 這只是常數 可以直接把它怎樣 哈囉來B跟A是常數 是不是可以直接抽出來 好所以來我們寫了半天 終於出現NBA了 來這邊是NBA 好來之後來是對誰微分呢 對Cosine Omega T 來對T的微分 所以來這邊就是負的NBA 來裡面這一堆是什麼 來剛剛講過 來Cosine Omega T 來微分是什麼 換個顏色寫一下 剛剛講過是什麼 有負對不對 然後那個Omega T 微分是Omega 然後Cosine Omega T 微分是Sine 是Sine 好 好於是就出來了 你要框課本 如果你是剛寫比較小的話 來是課本的4 因為老師每次都是要配合 字大一點讓你方便看 好所以來Ipsio 就等於 注意喔來兩個負號 乘進去之後就會變成 NBA Omega Sine Omega T 來就是課本上面這式子 NBA Omega Sine Omega T 好 請問還有人記得Omega T是什麼東西嗎 往上看 Omega T是不是就Sita 就是法線方向是跟磁場夾夾 所以Ipsio 其實這邊的寫法也就是 NBA Omega Sine 等一下 你們竟然也是沒有 啊 原來是這樣 請問一下你看到交流電為什麼是Sine函數了沒有 喔 哈囉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不是跟你講說來 請問一下你國中 國中在這邊講交流電的時候 老師一畫是不是就畫一個Sine函數 一個正顯函數 來請問一下 我現在是不是已經把答案告訴你了 來 尼熊 求出來是不是就是一個散函數 NBAOmega 很好氣對不對 這個筆先不太好氣 就先寄NBA 對不對 NBAOmegaSineC或者SineOmegaT 好 那當然啦 如果 嗯 剛剛這邊是三 好 如果電路上有電阻 那沒問題 電流就把它除掉就可以了 這應該不用去特別記它 我們先把這邊看完 來 第4對不對 好 來這邊 第 我要編號4了 我要編號大4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 來 不管是它的IPSION T的關係 還是它I跟T的關係 來 其實就是正弦函數 好 來 就下面寫了 硬電動式跟電流隨時間做正弦函數的變化 那因為這時候正弦函數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可以發現 來 它那個電流的方向會 正正負負 正正負負 所以來像這樣子的發電機 我們叫做交流發電機 好 那麼請問一下 有時候人家就會問你囉 這應該是很簡單的 來 在這邊請問一下 最大的電動式就是多少 請問一下我這個Sign Sign就會變海邊距 來 請問一下 來 請問一下最大電動式那就是多少 就是前面這個政府嘛 是不是NBA Omega 所以來這邊就應該要知道像這樣子 好 但是 對不對 這邊下面這邊是純粹補充 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跟大家講 來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希望CTA是0 那如果一開始CTA不是0呢 假設說來 一開始有一個夾角叫CTA0 來 怎麼辦 好 你看 來 如果一開始來這邊叫做CTA0 然後轉了T秒之後來會轉OmegaC 對不對 可是那個夾角就會變成什麼 是要把它加起來 好 來 看看一下 這邊你可以抄在106頁下面 來 沒有很多內容 這邊我只是在講 來 如果 來 如果 來 如果T等於0的時候 來 CTA是CTA0 不為0 則 T等於T的時候 CTA就會等於OmegaT再加CTA0 就會多一個角度 但是CTA0可以30度 40度 50度 來 通通都可以 但是我們要的是CTA 但是我們要的是CTA 請同學記得CTA是B和A的夾角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來他的持通量5 就等於Y就等於B和A 就等於B和A 來 Cosin CTA就是OmegaT加上CTA0 所以感應電動是會等於-N Define Define 來 對不起 我們直接用微分 -N 本來是Delta Y Delta T 來 我現在直接寫這個邊 好 所以就變成-N D D t 變成對誰微分 變成B A Cosin OmegaT加上CTA0的微分 好 看起來有點麻煩 一點都沒有 因為有些人說 老師你都特別講 一開始營量是0度 那如果我不是從0度 我要從90度 我要從60度開始 那怎麼辦 好 來注意一下 來 這裡的N 這邊的N 還有B 這些都是常數 所以可以把它抽出來 負的NBA就抽出來 來 現在要變對誰微分 變對這個 來 這一下 Cosin OmegaT加上CTA0的微分 根據剛剛講法 來 請問一下 Cosin OmegaT加CTA0 微分才可以什麼 負 然後怎樣 Sin 是不是這一堆 然後之後他會再對這個微分 可是這OmegaT加CTA0 微分那就是多少 OmegaT加CTA0 還是Omega 因為CTA0是常數 是不是就不用管它 所以來 你會發現 來 它等於負NBA 來 裡面的微分的話 就是負OmegaSin 結果來 它是NBA OmegaSin 請問 這個OmegaT加CTA0 OmegaT加CTA0 來 往上看 來 這一堆 來 請問一下是不是就是CTA 所以請問一下結果跟剛剛一不一樣 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跟你講 如果你要對T做圖的話 有一點點差 同學告訴我 來 如果對T做圖的話 來 這個差在哪裡 嗯 對 來 剛剛是這樣 來 這邊是T等於0的時候 來 一開始是這樣子 可是現在 如果我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來0的地方 是不是就Sin 是有CTA0 所以來 這時候來 它在T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有值 來 對不起 其實只是把這整個的函數圖形 是往旁邊移動而已 那對我們來講 那個是 起始值是根本不重要 因為對我們來講 整個輸出是不是還是Sin 所以注意一下 來 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個東西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想說 那個角度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有個角度 會不會影響 來 其實完全不影響 因為我們需要的就是一個交流點 來 這樣OK嗎 好 所以 最後一個再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你真的回家做題目的時候 會有一點搞不太清楚 來這邊應該是第五點 我們剛剛求出來的 就兩行字而已 來 我們剛剛求出來的像這樣子 NBA Omega Sin Omega T 好 來 注意喔 來 它推導過程是這樣 巴拉巴拉巴這樣過去 來 請問一下 這樣子推導出來的電動式 是順時還是平均 很簡單 很簡單 來 當然是順時還是平均 順時嘛 你都已經用到微分了 是在算切線斜率對不對 好 所以以後你如果來問你說 來 請問一下這東西有什麼 順時電動式的話 來 如果再算 順時電動式就等於NBA Omega Sin Omega T 好 來 那一樣 Omega T其實就是C 但是 今天 如果人家一樣問發電機 來 看到了嗎 來看這裡 他要問你說 來 我這發電機轉1 4分之1圈 從這個角度來轉1 4分之1圈 請問平均電動式怎麼辦 哈囉 來 我們剛剛在這邊 來 我就把這插掉 來 把這插掉 請問一下轉1 4分之1圈 來 請問一下這一堆要怎麼平均 或者轉 哈囉 或者轉半圈 來 轉半圈 請問一下這一堆平均是多少 來 怎麼辦 蛤 要什麼 蛤 小圈是什麼 剪掉 剪掉什麼 我跟大家講 你這時候其實因為你被老師 剛剛在這邊講順時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被搞混掉了 其實順子的確是這樣算 但是如果要你算平均的話 我跟你講很簡單 就回到最基本的定義 請問一下 來 我要算平均 是不是就算這四分之一圈 所以可以算出磁通量 5-1 還跟什麼 是不是磁通量變化出於時間 所以來 就回到 來 對不起 回到基本的 delta by 除以 delta t 如果算平均 就回到基本的 這個是可以被算的 只要知道磨磁通量 出磁通量是多少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下面的推導老師就不看他 我剛剛講過這邊的內容 其實這樣子就已經結束了 基本上我們公司也都講差不多 所以最後這邊我來討論一下 來這邊 發電機電流的 硬電流的方向 在108頁 其實我們剛剛的答案已經在 如果你這個夠清楚的話 這個答案就已經出來了 對不起 來這邊 來 如果說剛剛這邊的話 你夠清楚他是上來對不對 來上來這答案就已經出來了 好 這邊就是告訴你 來 如果我現在轉前半圈 電動支度就是正的 但後半圈就會變成什麼 負的 好 我們現在看這邊 對不起 大家就看老師這個本子 我們就用這一根 這邊為總 來這邊 討論這根導電的電流是怎樣 好 然後我的磁場是怎樣 好 所以說一開始來 現在吸來幾度 水平0度 來 轉這樣子 來 請問一下這樣轉過去的時候 來 磁通量再增加減少 好 來 磁通量再什麼 減少 減少 所以來 我這上面的電流要怎麼流 來 請問一下我磁場是向這邊 來 要怎麼流 才會幫助這個方向電流 你一筆就知道啊 這個 基本上是不是要這樣流 這樣子流 產生是不是這方向磁場 好 所以注意 來 這邊是往 往你們的方向流 先記起來 對啦 前四分之一圈 是不是就往你們方向流 好 來 接下來的下面四分之一圈呢 磁通量再增加減少 增加 好 來 我要這樣就要增加 所以我要產生是不是這方向的 來 大家看來 來 當你 你不要比這瞬間 來 你要是要比 有一點角度的話就會要比 來 這時候我要產生這個方向的磁場 是不是要不讓你增加 好 所以就變這樣子流 等一下 我剛剛要看的是這條 來 這樣子流 是不是產生這邊 好 這是說這邊變流 像什麼方向 是不是還是像你們 來 有沒有聽聽圖 再看一遍 我這邊來 從0度到90度 來 我的這邊磁通量到底減少 來 要減少 所以我這邊必須要這樣子流 是不是產生基本上這邊的磁場 同向磁場 所以來這邊的流法 這個書本這邊的流法是像你們 好 接下來從90度到180度 90度到180度 磁通量是在增加 磁通量再增加 所以我就要產生反向磁場 好 來 在這裡 反向磁場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這樣子的話 因為剛剛這根導線已經來到下面 所以來 反向磁場就變得往這邊流 結果來 雖然剛剛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可是以這根導線來講 來 電流方向怎樣 一樣 所以來 就是前面半圈子一樣 那後面半圈我想這類似的 我們就不去討論它了 來 所以這邊如果有興趣 我是覺得課本把它寫複雜了 就是下面就會變很複雜 那用我們剛剛的冷次定律來判斷 就會很OK 所以最下面兩行字可以把它畫起來 來 基本上 交流發電機每經過半個週期 就旋轉半圈時 輸出電流的方向就會改變一次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範例 那發電機我們就可以結束 來 如右下圖 有一個交流發電機 來 線圈面積 來 所以這就是A 好 線圈有二十渣 這就是N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可以都直接用老師剛剛推導的結論 你說老師我又要背公式 問題是你若不背公式 請問怎麼辦 請問一下難道你要在考試的時候 當場去微分去推導嗎 我看你可能也是忘記不可能 所以這就是我們有時候在這種 面對就像這樣子的 現實的考試的時候 你必須要做的 懂就是去懂 去理解它 它是什麼來的 但是真正解題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把它記起來 好 每分鐘六百轉 就是每秒幾轉 十轉 而且來這每秒十轉 就叫做什麼 頻率還是周期 每秒十轉 這個十是什麼 頻率 所以F就等於十 對不對 好 以照固定轉數在0.4T 來這是磁場 好 然後轉的時候來 外電路的電阻是100歐姆 來這是R 第一個線圈旋轉過程中 來全部二十扎的最大磁通量 來大家應該知道 來這邊先問磁通量 不要搞混喔 來磁通量就算什麼 回答我一下 磁通量點什麼 我會講那麼多學科 來告訴我 來磁通量什麼 是BA BA嘛 最大磁通量 那只要B乘以A就好了 好 B的話是0.4 A的話是0.05 來對不起 不要忘記了 剛剛漏掉 要乘以二十扎 所以要NBA 二十扎 好 來這算出來是0.4韋伯 好 第二個是剛剛講的 請問最大硬電動勢呢 對不起來剛剛有跟大家講 來最大硬電動勢就等於什麼 倍倍就可以了 是什麼 NBA 然後再乘以什麼 Omega 好 N二十扎 B的話0.4 A的話0.05 來現在等於要負其Omega了 來頻率是10 Omega等於什麼 Omega跟頻率有關是什麼 2πF 是不是 因為Omega是2π除以T Omega是不是2π除以周期T 所以就是2πF 所以來這邊就乘以2πF 是10 好 Ip球出來之後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的東西真的是 等於是公式是新的 可是他題目變化真的沒有什麼變化 真的比高二簡單 所以這邊就是有念就會 就大部分會 你要這樣講 但高二有時候會很挫折 念了半天 是不是題目一變一變 所以是不是又不太會了 但這邊高三下的東西 尤其到後面第10章第9章 11章也是一樣 好來最後最大電流 Imeしま 來就是用最大電動式除以電阻 好 9G5發電機 我們就講到這邊為止 接下來請同學先打開學資